目前,中国已领先好几步棋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20日报道 欧洲在电动汽车供应链竞争中落后于中国 报道称,自问世以来 汽车行业已发展成为欧洲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重要基石 但随着中国确立对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更大控制权 奋力追赶的欧洲汽车行业正面临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之一 欧洲最先进的电池制造初创企业北方福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主管 埃马内伦海姆说 这不仅意味着要建工厂生产电池 还涉及为工厂供应材料所需的整个生态系统 包括开采、精炼和化学工程等 他说,谁拥有加工能力 谁就能控制材料来源并进行交易 报道称,欧盟在电动汽车领域有着宏大暴富 计划到2035年逐步停止销售燃油车 欧盟领导人计划推进涉及关键原材料的立法 以便为战略项目提供资金并建立储备 然而,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制造领域的领先优势已显而易见 据基准矿业情报公司预计 今年中国生产的锂电池将占到全球的76% 而欧盟将仅占7% 有很大一段距离要追赶 希望在德国生产关键电池材料的火神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弗朗西斯维丁表示 目前中国已经领先了好几步棋 报道还称,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利维斯塔能源公司正寻求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建立里精炼厂 该公司主管罗兰格·特赖德说 让供应链为电动汽车的需求飙升,做好准备 已经成为汽车行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他说,欧洲正试图与领先20年,而且已经产生现金流的人展开竞争 即使欧洲能在电池制造领域吸引到投资 高管们依然可以看到 亚洲电池制造商与欧洲本土制造商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前者从亚洲供应材料并在欧洲建立卫星工厂 而后者则要采购材料并支持一条本土供应链 前不久,宁德时代已宣布斥资约70亿美元 在匈牙利建设一家超级工厂 作为电池生产基地 报道称,欧洲汽车行业在建立电机供应链方面也面临挑战 电机是电动汽车中昂贵的组件 它们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永磁体 而这种永磁体要用到极难提取和加工的稀土 而中国主导着稀土的生产和加工 报道还称,在欧洲的供应链中 目前只有加拿大新性能材料公司能够分离用于制造永磁体的稀土材料 该公司拥有格陵兰岛一座稀土矿的勘探权 新性能材料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斯坦丁卡拉扬诺普洛斯表示 欧洲才刚刚认识到中国主导地位的关键所在 他说,相关说法所遗漏的一点是 中国之所以是最大的稀土生产国 是因为它是最大的稀土消费国 前一 stim的路 产生下来继续 CJ